法定人數不足 發表我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 這一份施政報告是吸納了很多社會的意見 包括市民、立法會議員、政黨、團體和業界等等 我在這裡多謝他們在諮詢期給我的寶貴意見 我感謝社會很關心施政報告 亦都多謝傳媒作出廣泛和詳細的報導和分析 令市民更加了解和明白 這一份施政報告代表特區政府在疫情之後 全面復甦、全力和積極地為香港推出即時和短、中、長期的一些措施 施政報告涵蓋的範圍是有宏觀的、也有微觀的 有涉及香港內部和外部的 有長遠、嚴景的、也有即時實事求是的 也有在政策上將香港和國家以及世界連接起來的 我的理念是要公防兼備 為香港聘經濟、謀發展、為民生添幸福 我聽到不同市民對施政報告的意見 認同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方向 例如有輪候公屋數年的市民向傳媒說 政府密得土地 未來十年可以興建約41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給了他很大的信心 也有學者說施政報告的內容涵蓋範圍更廣 提出的建議較去年更仔細 當中提出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 有了解決問題的曙光 我們會持續地向社會解釋施政報告的內容 由這個星期開始 各個政策局和部門 會在立法會多個事務委員會 去解釋施政報告的不同內容 聽取議員的意見 另外我想講講第七屆區議會選舉 區議會一般選舉提名期在昨日結束 選舉事務處一共收到399名參選人報名 分別是171名參加地方選區選舉 228名參加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 按報名人的人數來看 各區的直選和地區委員會界別的選舉 都會有激烈的競爭 特別是地區直選方面 在資格審查委員會 仍未進行審查資格的情況之下 有171名報名參選人 競爭88個席位 每區平均是接近4名參選人去競爭2個席位 競爭將會激烈的 至於地區委員會界別方面 18區有176個席位 228名參選人都要競爭 不會有自然當選的可能 在提名制度之下 無論什麼背景的人想參選 都要努力爭取提名 這個反映出新的制度 有從中選優的作用 地區三會行使提名權 有責任去判斷想參選的人 是不是真正愛國愛港 有志服務社區的有能之事 確保獲選的區議員是真心真意 並且有能力稱職地為社區和為市民做好服務 至於參選人的背景 屬多元和多樣的 包括長期扎根社區 地區工作豐富經驗的人 也有不畏新勞立志服務社區的年輕人 有少數族裔人士 更有不同的專業人才 例如醫生、律師、教師、測量師、工程師、註冊社工等等 這個反映出完善後的制度 它的普及性和多元性 由不同背景、界別、階層、專業的人士等 組成新的區議會 將令地區工作有更立體、更多角度的考慮和意見 更符合不同市民的設身利益 提名期已經順利結束 政府和選舉管理委員會接下來的工作 會更繁重和緊湊 包括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 將會在14天內去確認候選人的資格 11月8日就候選人的編號進行抽籤 在11月13日當選候選人資格獲 刊獻確認之後進行候選人的簡介會 期間候選人將展開激烈的競選工程 到11月底 我們會為候選人舉辦選舉論壇 政府會大力展開宣傳推廣 令市民更明白 新的區議會的重要性和功能 在12月10日的投票日 今天下午三點 政府會舉辦一場研討會 主題是完善地區治理 共創美好社區 邀請社會各界代表人士 愛國外港政團 領袖和權威專家學者 參與和作專題的發言 研討會將會有直播 讓市民更了解新區議會的制度 今次重訴區議會 令區議會回復到基本法原來的初心定位 即是為政府提供地區管理的諮詢服務 亦都是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完成將愛國者治港落實到地區治理的最後一公里 新的區議會將會更多元 更匯聚不同背景、專業和經驗 進一步提升地區的治理水平 我再次向各位選民呼籲 一二一零區選齊投票 共建美好社區 另外有關亞殘運 杭州第四屆亞殘運會 關於星期六閉幕 我在此公和杭州亞殘運 取得圓滿成功 繼杭州亞運會之後 香港運動員在亞殘運也表現得卓越 令香港人感到自豪 他們共取得八金、十五銀、二十四銅 共四十七面獎牌 在游泳項目 更加多次刷新了亞殘運會的紀錄 以及包覽同一個項目三甲的席位 政府會舉行 香港代表團返港的歡迎儀式 祝賀代表團勇闖皆職 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 支持殘疾人士體育發展 多謝大家 接下來是記者提問的時間 有已發問的記者請舉手示意 喊到你之後請提出得多於兩個問題 以及先介紹你來自哪個傳媒機構 第一位提問 右手邊後排的女記者 早晨特首 你好TVB 首先想請教施政報告中 提出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其實涵蓋的區域 即是元朗、天水圍、北區都有 有提到會提供五十萬個單位 其實有沒有初步去講過分佈大概是怎樣 因為都知道其實那二十 又會有二十萬的單位集中 在新界北的新市鎮 其實有沒有想到那個區域 是不是可以負荷到這麼多的單位呢 還有除了創科發展之外 有沒有其他新的配套 可以配合到這麼多的人口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想請教 就是因為那個崗嶺也有提到 原來的確是我們要的 也可以追究一下 盛京斌議員 而是由石屹寺議員 向當地的香港区域 這第二位是由石屹議員 和石屹議員 等等不同的地區在我們北部都匯區的發展行動綱領裡面 是有作出不同規劃的一個部署的 當然發展局是會利用不同的時間更加是細緻 跟大家解釋在規劃方面的考慮 提供的住戶單位是會分佈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當然是主要一些我們的地區的發展區域 今次我們的規劃因為北部都匯區 是一個我們現在可以按著實際需要而規劃的 所以在空間的佈置以及整體我們在其他生活配套的發展都會更好 所以在這裡大家給多點意見 在規劃裡面我們的確會考慮在住屋方面 希望環境都會不斷提升的 但是也都想再重新強調 這個北部都匯區我們希望既是一個移居的地方 讓我們產業可以有良好發展的一個整體規劃 我們也希望在北部都匯區居住的市民 他們也可以在這個區域裡面就業 也都因爲這樣我們希望在規劃方面是有產業道向 不但它是在日常去上班 或者有其他活動的交通時間都會減少 也都是令到它整體的生活更方便更符合現代規劃 而新增的一些職位我們希望盡量向高增值發展 換言之希望通過這些就業的職位 我們令到市民他們的收入 亦都可以因爲一些高增值的產業而提升 有關北部都匯區遺留土地作一些 譬如大學或者專上學院 這個我們都明確說了是我們的證實方向 教育界是歡迎的 亦都我們有跟某一些有關的一些單位是有商討的 當我們的細節成熟的時候 當然就會告訴大家 這個時候大家都有研究 但整體來說是歡迎的 另外因為我們會將香港建造成為一個國際的專上教育中心 所以在修生方面我覺得是會越來越多的 亦都在整個過程會令到整個教育質素更加提升 特別對我們本地學生是更有利的 第一 資源會多了 第二 他們的視野 以及因爲有多一些在外地來的學生的交流 令到他們 第一 更了解不同人士的文化背景 不同地區 他們的一些歷史或者生活方式 更加可以從中建立自己的國際視野 亦都建立一個良好的一個人際網絡 這些都是很正面的 教育方面的亦都因爲資源多了 所以在私資 設施方面等等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多型的方案來的 下一位提問的記者 右手邊前排第二位 erstmal租取得抗公開的 vagina stellen 思考黨 Meu人 這是 你可以作為違法條件式 例如 。 可以說公開的論文化 這麼爭取得下一下 可以做評估文化 第二个问题是, 中国学生学生的考虑发行业军证明 提供对了一份的组织军, 什么认为可能会有可能的原因? 是否判断香港的考虑将招待 global力? 谢谢。 首先,在建立的更新的适合选项票, 我們必須確實的,這個系統, 所有的計劃和計劃和計劃 都要同樣的計劃。 所以所有的計劃和計劃和計劃 都要很開放,很公平, and we explained all these matters every now and then clearly and if anybody wants to take part in the election then of course he has to satisfy a few requirements as laid down in this improved election system and they include first of all he must be a patriot he must support the basic law and bear allegiance to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he has also to obtain sufficient nomination votes and those who are given this right to give the nomination they have also to ensure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seeking their nomination will satisfy the conditions I have just mentioned and also in exercising this duty the person in consideration whether the gift the nomination has also to convince himself that the person who is seeking his nomination is a competent person and also will be able to discharge his duty as a district councillor effectively and faithfully and satisfies his basic expectation so that applies to anybody whatever backgrounds whether he belongs to any political party or not I think that is most important because the system has to be fair and applies to everybody in the same way I think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 for all election to be considered because fair and equal application are most important a candidate will have to respect the decisions of the person who he seeks the nomination from and then that is the basic attitude whenever we want to convince other people that we are a right person to discharge this public duty then it is up to him to convince people and it is also the right attitude to recognize that in order to convince the other person then you have to respect his decision as well and it is up to you to ensure that you can convince the person you want to convince I think that is the very basic concept and principle and attitude of any person who want to seek people's nomination or even eventually their votes and in regard to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grant visa application or not I think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ill always act in in accordance with prevailing policy and the principles which include whether the person holds a valid travel document whether he is going to be a burden to Hong Kong or whether there is any risk regarding security and crime and all these cases are handled as usual in accordance with all these principles and I think all these principles are actually on the website of immigration department so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ill deal with each and every case accordingly please thank you for the time please thank you 主席 我們是兼職的區議員 而定的 所以定得高 是為了我們選擇從最合適的區議員 每一個制度都有它的標準 要證明 說服別人 讓別人認同 你是可以符合 這個可以良好的 稱職的地區服務 這個制度 希望可以 盡量幫大家從中選優 所以我們是定一個標準去達到這個目的 大家相信 如果在這個過程裡面 未能夠成功 應該繼續去優化自己 令到下一次 無論是提名人 或者選民 都信服 認同 你是可以優異地 稱職地服務社區 這個我們希望可以提高到 整體區議員服務社區的目的 另外有關健康申報 這個內地所要求的 我們是不時都反映 我們對於整體在口岸管理方面的一些意見 當然我們任何可以令到口岸 在口岸管理方面的人流管控更加暢順 我們都是非常希望看到 所以我們都密切留意著內地在這方面的公佈 令到口岸整體運作暢順 我們是不時會看看 精一求精的辦法是怎樣的 所以如果某一些口岸有任何的優化措施 我們經過研究也都會向大家宣布 好嗎?多謝大家 提問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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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